甚至快篩劑 在第一天我到藥局一看 就知道不夠啦 反應啦 反應一個禮拜 總統講話比較有用啦 地方反應效果 恐怕沒那麼好 而且都在等 等到最後等下來的時候 民眾已經罵成一篇 所以我還是 給大家一個建議 地方齁 遇到的問題齁 我都會反應 我也經常 給中央的指揮官 做很多的建議 希望中央能夠快速的回應地方 尤其新北市 為什麼特別要說新北市 因為新北市量人最多 碰到的狀況最多 如果 中央應變太慢 不能變通 那地方 在法令 中央的前線底下 地方很多事情 不但不會有辦法執行 也會造成更多的民燃 會造成更多的市民的傷害 所以我希望中央 應變要更快 而且要採因地制宜 這也就是我一直在講 中央應該因地制宜 應變更快 才能夠符合現在市民朋友 最大的期待